比如說聯發科看起來 真的是內有外環 聯發科營運慘淡 去年獲利大減四成 不只高層警戒 就連公司基層 也感受景氣冷嗖嗖 員工爆料 今年二月分紅大縮水 比去年等於打了6到6.5折 讓員工很清酸 今年的一個聯發科的部分 其實獲利上面 也是很明顯的縮水 甚至毛利率也是明顯的下降 所以員工獲利 我想因此分道的紅利 應該是變少的 聯發科啟動開源節流 不只紅利縮水 員工福利也大打折扣 年初尾牙抽獎 沒抽中的員工 本來有現金1.5萬 但現在變成1500 就連旅遊補助也只剩1分之1 即使利奇加入聯發科 短期內似乎不樂觀 利奇加入聯發科的話 我們去研究一下 利奇的毛利率 原先都是在40%以下了 在36% 37% 所以加入聯發科之後 其實對於聯發科毛利率 應該是不升反降 類比IC場利奇 即將在3月3號 召開臨時股東會 討論聯發科收購案 外界預料順利過關 至於合併之後 首任董事長 目前利奇總經理 謝淑亮呼聲最高 成員聯發科大聯盟 新戰將 三連新聞與陳虎海中 太陽報導 營料順利過關